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空Contest宣布为撤离黎巴嫩的澳洲人提供新的免费包机航班 乌克兰一间由俄罗斯控制的核电厂的一名员工 在汽车爆炸事件中丧生 香港与中国内地海关共同侵破6宗走私食物 包括检获总值约20万港元的冻肉鸡蛋以及大集牌 今天是2024年10月5日星期六 现在是由杨之杰为大家报道这一节的新闻 在澳洲联邦政府表示 随着冲突继续升级 他们愿意为身处黎巴嫩的澳洲人组织更多疏散行动 今天两架包机将会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飞往塞浦路斯 最多可以容纳500名寻求离开这个饱受冲突 租撻的国家的澳洲人 这一架免费包机航班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 星期一晚上由塞浦路斯城市拉纳卡起飞 还有一架免费包机航班预计将会在星期三起飞 外交部长黄英然表示 这些额外的航班将根据需求议定 而澳洲航空Contest发言人霍兰德就表示 该航空公司很乐意提供协助 另外在最新的中东局势消息方面 据报道位于也门湖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遭受到空襲 这些报道来自当地阿尔麦斯拉的电视台 这间电视台是控制该国大部分地区的 湖塞运动营运的主要电视新闻媒体 据阿尔麦斯拉电视台报道说 也门多个地区遭到空襲 包括首都沙那河台达机场和贝达散 目标是湖塞武军的几个军事前哨基地 阿尔麦斯拉电视台报道又表示 这次攻击是由美国和英国发动的 但据英国政府消息人士指 英国军队并未参与其中 乌克兰南部由俄罗斯控制的 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 发生一宗汽车爆炸事件 造成一名员工死亡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 这名员工名叫科罗特基 他的车底下埋藏的炸弹 在他位于工厂所在地 埃内霍达尔市的家中附近 发生爆炸之后而死亡 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声称 对这宗爆炸事件负责 他们发布了科罗特基 汽车爆炸事件的影片 并在一份声明中指 科罗特基为战犯和通敌者 指责他镇压乌克兰人 并向俄罗斯提供了 该工厂员工名单 然后指出一些支持乌克兰观点的员工 返回澳洲方面 一名男子在雪尼西部一两巨青被盗的汽车中被警察开枪射杀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称车内还有另一名男子 他的情况严重 新州警方表示 另一名男子据称 驾驶一辆属新州Penriff区工党议员 麦基翁家中开来的汽车冲撞警察 随后被枪杀 新州警务处长韦帕表示 将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全面调查 SBS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和大家分享其他新闻消息 澳洲网上监管机构表示 社交媒体平台X对其提出的法律诉讼失败 避免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 这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公司 已经将电子安全专员告上联邦法院 指他们不应该因为规行为 而支付罚款或任何中一步的处罚 但法院裁定该社交媒体平台 必须对监管机构开出的 61万058元罚款作出支付 电子安全专员英曼格兰特表示 法院驳回XCorp的论点符合网上安全法的目标 即让所有科技公司承担责任 而无需担心或偏袒 中国台方面 香港海关今年8月至9月期间 与中国内地海关合作 展开第二轮打击走私食品执法行动 成功侵破6宗走私 以及非法进口受规管食品的案件 检获总值大约20万港元的食品 包括260公斤的冻肉 170公斤的大杂蟹 以及600只鸡蛋 香港海关在9月8日、9日和19日 根据情报分析 怀疑有人从沙头角、中英街、中国内地一方 非法进口冻肉去到香港 而海关人员在中英街截查和拘捕三名进入香港的可疑人士 年龄介乎38至59岁 而现场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冻肉 案件已转交食安中心进一步调查 另外 香港海关也在较早前 在8月3日、23日和26日 在敏感度管制站截查三辆 报清再有蔬菜的车辆 车斗内 检获一批未裂仓单的食物 包括冻肉、鸡蛋以及大杂蟹 三名年龄介乎53至60岁的男司机被捕 验证保释后查 一名据捕失踪的男子的船隻被冲上塔州海岸 当局已暂停手术行动 自从星期三下就开始 这名70多岁的男子的10公尺游艇 在河伯特郊区的Kingston区割浅 手术人员一直在此进行手术 据相指 这名男子可能落水过头 而且没有穿着救生衣 体育消息 奥式足球联赛AFL方面 米尔本Demons队的新任主席格林 呼吁饱受冲突 糟蹋的队伍内部团结一致 Demons队在2024年AFL赛季表现令人失望 这个赛季跌出了前八名之后 正是进行两项评估 自2021年夺冠以来 他们还连续两次遭遇决赛出局 而场外的挑战更加是雪上加上 但在队伍近日举行的最好最公平队员的颁奖典礼上 发表演出事格林表示 重新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团结 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只成份股指数 下跌5毫尺 西泰银行收市部 30个1毫4下跌5毫尺 其他证券市场方面 独瓶丝工业平均指数 较早前收市部 42352点上升341点 恒生指数 昨日收市部 22736点上升623点 上证综合指数 昨日继续因假期优市 外汇市场方面 澳元对美元报0.6799 对港元报5.2805 对人民币报4.7720 接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雪莉 今日间中密云 最高气温是28度 密尔本有骤雨 最高气温是19度 布里斯馆阳光普照 最高气温是31度 帕斯有一两阵骤雨 最高气温是22度 亚德雷德 骤雨与西逐渐转弱 最高气温是19度 何伯特有一两阵骤雨 最高气温是18度 坎培拉可能有骤雨 最高气温是21度 大移民阳光普照 最高气温是35度 提提各位听众 下令时间将会在10月6日 到星期日即是明天凌晨2点开始 在星期日凌晨2点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 随着下令时间对大多数澳洲人生效 部分时钟将会向前撥动1小时至凌晨3点 如果你住在新州、维州、首都领地、南澳或塔州的听众朋友 星期日早上你将会损失1小时 新闻财经及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收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